亲爱的弟兄姐妹 主内平安 感谢神今天又可以和大家 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 我们在这地上 过跟从耶稣基督的生活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每天都会面对 各种各样的挑战 也会面对我们自己 软弱的时候 那在这样的情况当中 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 是绝对无法从那当中走出来的 唯有当神的话语 再一次进入到我们心里的时候 当圣灵借着神的话语 感动我们 加给我们力量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再一次的 站立起来 得着力量 过这样荣耀神的生活 那也愿神祝福今天的灵修 借着祂的话语 继续地来加给我们力量 能够战胜我们身上所有的软弱 和一切的挑战 出埃及记 二十四章 一到十一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和亚伦 拿达 雅比户 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 都要上到我这里来 远远地下拜 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 他们却不可亲近 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 摩西下山 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 都述说于百姓听 众百姓齐声说 耶和华所吩咐的 我们都必遵行 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 清早起来 在山下竹一座坛 按以色列十二支派 离十二根柱子 有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 去献凡记 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记 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 一半撒在坛上 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 他们说 耶和华所吩咐的 我们都必遵行 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 说 你看 这是立约的血 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 与你们立约的凭据 摩西 亚伦 拿达 雅比户 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 都上了山 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 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 如同天色明镜 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 他们观看神 他们又吃又喝 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出埃及记二十四章一到十一节的经文 我们先来看一到三节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当神将律法启示给摩西以后 神要求亚伦和他的两个儿子拿旦和亚比户 以及以色列的长老来朝拜神 但是只有摩西才能够亲近神 其他的人却只能远远地跪拜 这是因为摩西是神话语直接的领受者 在当时只有摩西才能与神亲近 这和我们今天这些 因着信耶稣基督而蒙恩得救的人完全不同 今天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都可以随时的来到神的面前与神亲近 信耶稣给我们带来最大的祝福 不是我们可以在这地上亨通 或者我们所求的都被神所成就 信耶稣最大的祝福乃是关系上 我们能够与神和好 恢复了与神和平的关系 旧约里 由于人的堕落和不洁净 想要来到神的面前只有献祭 并且每次来到神的面前都要献祭 但今天的我们 却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赎罪祭 永远地与神和好 让我们每一次想和神亲近的时候 都可以借着信耶稣基督 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 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呢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 我们不需要羡慕摩西可以与神 有这样亲密的接触 因为我们借着耶稣基督 也同样地与神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如此大的恩典已经临到了我们 为此我们应当常常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献上感恩 接下来神要让以色列的祭祀和长老们出来的目的 就是与他们立约 所以我们看到 当摩西下了西乃山 将神所赐给他的耶和华的命令 典章都告诉了以色列百姓 以色列百姓其声说 我们看第三节那里说 耶和华所吩咐的 我们都必遵行 以色列百姓保证 只要是神所吩咐的 他们都必遵行 这是以色列百姓此时对神的态度 也正是因为有对神话语 乐意遵从的态度 才有了接下来 神与以色列百姓立约的可能 我们知道立约是双方的事情 虽然神是乐意 并且主动要与以色列百姓立约 但是若是以色列百姓 没有一颗愿意顺从的心 即如果以色列百姓不乐意 那么就不能顺利地立约 只有当双方都愿意的时候 愿意主动承担和保证遵行的情况下 立约才有意义 以色列百姓此时 乐意完全地降服在神的面前 接受神的统治 这也成了神与他们立约的先决条件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神面前的态度 应当是什么样的呢 是甘心乐意降服的态度 还是拒绝神的引导 刚硬不顺从的态度呢 当然我们应当有的是甘心乐意 并且愿意顺从的态度 为了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神的百姓 让神成为我们的神 我们就要在神面前 甘心乐意完全降服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四到八节的经文 在四到八节我们看到的是 神借着摩西与以色列百姓立约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七节那里说 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 他们说 耶和华所吩咐的 我们都必遵行 以色列百姓再一次启示 会遵行神所吩咐的一切 接下来我们看到 摩西将献祭的血 洒在百姓身上 八节那里说到 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 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 是耶和华按着一切话 与你们立约的凭据 当立约的血 一半洒在以色列身上的时候 神与以色列百姓立的约就正式完成 因为这血就是立约的凭据 在古代中东地区 立约所洒的血 意味着用生命去持守的意思 即若是违背了神的旨意 不遵从神的教导 以色列百姓将付上生命的代价 但是我们知道 以色列百姓不管怎么样努力 都不可能完全地遵从神的话语 要想完全地遵行神的话 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为此神也许可 若是以色列百姓犯了罪 没有遵守约定的话 就可以流牲畜的血 以向神献祭的方式来赎罪 那对于我们来说 今天也不可能完全地遵守神的诫命 当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 我们也同样地要再一次来到 耶稣基督的面前 祈求耶稣的宝血 再一次地来洁净我们 遮盖我们一切的过犯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因着耶稣基督 一次献上永远的赎罪祭 我们不需要不断地向神献上 这样流血的祭 但对于我们来说 需要的是不断地在神面前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不管我们多么地软弱 跌倒 我们不是离开神 反而更是要来到主的面前 紧紧抓住神的应许 让神加给我们力量 再一次刚强站立起来 最后我们再来看九到十一节 摩西亚伦拿旦亚比户 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 都上了山 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 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 如同天色明镜 他的手不加害在 以色列的尊者身上 他们观看神 他们又吃又喝 在立约的仪式结束之后 我们看到 以色列百姓和神的关系 更加亲近 摩西亚伦和他的两个儿子 以及长老们 都看到了神的同在 并且当他们看到 神与他们同在 立下了美好的约以后 以色列百姓又吃又喝 他们庆祝享受 神与他们立约的祝福 因着与神立约 以色列成为了 创造宇宙万有的神 尊贵的百姓 他们的国家 也成为了 由神统治的这样的国家 今天的我们 比当时的以色列百姓 有更大的恩典 因为耶稣基督 将圣灵赐给我们 我们不仅仅是 像以色列百姓那样 看到神的同在 因着圣灵的内住 我们更是可以 每天不断地靠着圣灵 得着神的指教 心意更新而变化 并且能够经历神的大能 感谢神 今天的我们 通过与耶稣基督 和神恢复这美好的关系 建立了这永远的约 为此 我们也应当欢喜快乐 向神献上感恩和赞美 愿神祝福我们 能够常常想起 我们主耶稣基督 所赐给我们的 无限恩典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为我们 所献上的这永远的代赎 让我们今天可以 随时随地地 享受与主这美好的关系 也真的让我们 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都能够因着 这美好的关系 向主你献上感恩和赞美 感谢神 以上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